好那这次版本更新呢 总共出了三只英雄嘛 那这边我这一次呢 就快速的带大家看过一遍 那一个是伊弗林 然后还有凯撒官 然后也出了两个全新的特性 进化跟圣化 那这边先讲一下伊弗林 那伊弗林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空壳 伊弗林就比较需要配上这个空壳 就是需要他的一个 就击杀一张空壳 那伊弗林才能够升级 那除非啦除非已经跌到了 6成吧 跌到了6成 这个伊弗林 这个伊弗林才不会就是说 变回原本的进化前的模样 这个等等我们再来 详细做说明 那这个进化的特性就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说这一场呢有6个 就是必须要触发6个以上的这个增益特性 那才能获得 才能才能获得这个加2加2 应该说 哎你必须要就是抽到6个以上的这个增益特性 就是通常就是拿来拿那个 刚刚讲到这个空壳 用空壳去刷特性 然后去叠 顺便去叠加这个凯撒的这个 应该说顺便去叠加这个进化的这个特性 其实我觉得伊弗林配上凯撒会比较顺一点 因为如果配上其他特性的话 就是应该说凯撒如果配上其他的角色的话 那你的这个增益的特性啊 必须要够多啊 你带的那个增益特性的 不然是法术牌或者是 反正不然是什么东西啦 你就是要带购啊 增益特性的效果就是你要带购 不然的话你的凯撒是没有办法升级的哦 这个 所以我是建议说因为这边有空壳啊 不然的话你也是可以不用带伊弗林啦 就带应该有几张空壳啦 就是能够召唤出空壳的角色 反正你至少要带一下空壳啦 就伊弗林可以不用带 然后带空壳就好 然后再配上其他的英雄 都可以都可以 那再来是圣化 我觉得现在这个版本 我觉得应该最强的应该是圣 因为他在攻击的时候 他可以摄取 就是汲取 敌方的2点生命啊 这个很猛啊 这个你攻击的时候就可以吸血 这个很厉害哦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你的圣化 你的圣化叠上去的话 那伤害量也是很可怕的 然后升级之后呢 这个关呢 他可以跟这个 四同单位 就是跟友军啊 一起圣化 然后去进攻敌方的主堡 这个也是还蛮好用的啦 就是你的主塔 快没血的时候就狂吸血 你可以配上一些很有趣的牌 比方说那个 哈位者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哈位者 哎呦看一下 这个 这个东西啊 就是补塔 补血 有疯狂的补血啊 这个对方想打你也打不赢啊 你拿那个距离的捍卫者 你距离捍卫者 你就狂吸血 狂吸主塔的血 那个真的很厉害哦 对方打了几回合 应该是很难把你打下来 再加上你的那个 弯有快速攻击啊 那个非常 就是对方 把你打下来 也是只有他的那个 就是可能只有击杀 像是 一些法术牌 才能把这个关给换掉 不然的话 进攻时的关 我觉得还蛮强 那关通常啊 就是 就配上闪铃啊 就是他的那些圣化的单位 比方说 哎看一下 哎比方说啊 圣化 像这种 这种四重单位啊 有这种圣化特性的这种四重单位啊 那你是可以用那个 哎法术牌 就是像说 你可以配上一些闪铃的牌啊 看一下闪铃 闪铃啊 这里有一个 这个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是很好用哦 褪色回忆哦 它这个复制 因为它是零点魔号 所以 它复制完之后呢 你在那一回合再打出来 闪铃啊 复制刚刚的圣化 那你的圣化就可以快速的叠起来 这个也是很猛 还蛮猛的哦 对啊 所以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配上 有闪铃的这些角色 那 这边我是 通常好像目前看到的牌组哦 应该是这个啦 就是 官配上这个 就是这个 官配上那个 维尔哥哦 官配上 怎么又是这一副 等等哦 我好像 怎么好像找不到那一副 官配上维尔哥啊 那 这个也是一样 它这个也是复制闪铃哦 我觉得复制刚刚的圣化那些牌哦 还有刚刚我讲的那个东西啦 就是刚刚讲的退化什么的 退化 怎么 还是那个不念退啊 好哦好哦 我忘记 等一下我看一下 它叫什么 哦这里啊 这个 退射啊 退射 不好意思退射 这个是念退吧 还是念腿 不是啊 这个字念什么 算了 反正就刚刚这张牌哦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退射回忆 应该念退吧 如果你知道 你知道那个字怎么念的话 你们就在下方留言哦 退射 退射 退 好不管 不管 不管 好不好 就这张牌啊 他复制闪铃哦 这个很猛哦 好 然后还有 就觉得他也是可以配上这个啦 赫克林啊 因为他有闪铃哦 但是我觉得 哎 效果没有像那个威尔哥那么的那么的好 因为 威尔哥他 就是应该说 这边的圣化啊 就是这边的四种单位的圣化 可以去叠加这个 维尔哥的这个技能啊 非常 就是非常 我是觉得非常合适啊 你们大家可以试试看 就是他的圣化提升 假如加 加5好了 他这边就直接加上去5哦 攻击力 包含攻击力 你加上去也是 比较快 比较快叠上去啊 然后再来讲的是另外一副 刚刚讲的说凯撒跟一 伊伯林哦 那这边的话大概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啊 那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我会把那个代码给放在下面 然后给大家做参考 就是大家参考一下就好 不一定要 不一定要用这副牌 因为 到时候到时候打积分啊 打的顺手比较 应该说打顺手比较重要啦 你那个玩一玩 开心开心 娱乐用也是ok啊 你打积分 如果一直输 那也不要怪我 哈哈哈哈 那这边空壳 空壳的话 空壳主要就是配特性 就是刷那个特性 那空壳 等一下等一下 可儿壳不好意思 可儿壳 呵呵呵 这边空壳啊 这边空壳还是蛮多的啊 这边召唤 可以召唤出空壳 那他的空壳就是说你急杀掉 空壳 那那个空壳他原本的这个技能啊 他就会赋予给你出的那只英雄 假如说啦 假如说我的我们举凯撒好了 我们的凯撒他急杀掉空壳 就是假如说那张空壳他有吸血的特性的话 那凯撒出出来 然后他急杀掉这个空壳 那这个凯撒他就有这个吸血的特性 那他升级之后呢 他是每一个只要有一个特性 他就可以造成敌方的主堡 或者是敌方的单位一点攻击 而一点伤害 就只有在攻击的时候 才会发生这个效果 我觉得这张还蛮强的啊 我是觉得凯撒还蛮强的 就重点是 你要怎么去使用空壳 这个非常重要 那一斧灵的话 我个人是还没有 我个人是觉得不知道啊 就是 有点觉得 有点觉得啊 就是可有可无 看你要怎么配 凯撒啦 因为 伊弗林的这个功用 他就只有 召唤一个空壳 那如果说你 这一回合呢 急杀了6个以上的这个 友军的话 就是6个以上的友军的话 他就会变回这个模样 如果是少于6个友军的话 他就会变回原本的样子 这个很烂啊 我就觉得蛮烂的 因为他也没什么其他特性啊 我觉得这张没有很强 如果你们觉得很强的话 怎么样的这个强法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说 我目前是想不到他 他到底强在哪里啊 目前我就觉得这三只英雄啊 这应该是 这三只英雄里面最弱的吧 我觉得 就是这一次版本更新的新英雄 这次伊弗林是 我觉得是蛮弱 比较弱一点啊 然后 对这边的空壳 就变成说 伊弗林他是一个辅助 辅助的角色 辅助的凯撒 好 大概去这边快速的带大家 逛过一遍哦 好不好 好那这次版本更新还改了什么呢 这个东西 这个 星光战士 通行证 这个还不错 有奖励哦 好那以上呢 就是这个样子 那大家就自己斟酌好不好 好那今天影片到这里 那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拜拜